文化很有戲 真的很有戲 我是舅米萱 我们一起来搞戲 欢迎光临文化夜总会 我是安心 我是腾安 今天我们首播日是1月30号 腾安你有沒有觉得 其实华人蛮好的 就是我们的 过两次年 对我们可以过两次年 一次年就是元旦嘛 那时候你可能还会有一点 就是 欢呼甚至说就结束了 然后进入下一个年度 但是你可能心情还没有转换过来 经过一两个月的调整 过了一个农历年之后 大家又继续奋发向前 这种感觉我觉得还蛮好的 而且我们好像感觉上 有在这个元旦跟 这个农历年中间 可以缓冲去调试心情 对不对 调整说我来一年的时候 可以做些什么样的计划 所以你可以趁这个时间 现在剩下过年 一个多礼拜吧 该做的事情要赶快做一做了 各位妈妈们 还有各位上班族们 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 迎接新的一年 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嘛 烂梗就不断的衍生出 所谓的好梗 或者是要夺你的这个眼泪 对 他这个悲剧四百多年来 都没有下达过 你为什么是罗密欧 可是你知道吗 听说那个 罗密欧与朱莉叶 他们当初的设定原始年纪 是十三四岁而已 好小哦 因为沙翁 他其实在根据他在写这个的时候 其实这个故事早就已经有了 他是在意大利那边的一个城镇 听说也是真实发生在十三世纪 发生的真人真实 这是据传 那这个意大利当然就把它当成是一个自己这个资产 也是旅游的资产 所以现在在这个波隆纳街 他们这个二十七号二十六号 他们就有一个那个朱莉叶的家 对对对 然后可以让大家去观赏 然后那个阳台啊 就是你求婚的地方 每次只要大家要进阳台求婚 就要演一下 罗密欧 你为什么是罗密欧 然后下面的一群那个游客就说 marry him marry him marry him 这样子 就会一直在那边搅动 不过很有趣 他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 这故事其实蛮惨的 那大家都把这个故事当成很多的原型 因为他已经被 他本来是这个小说嘛 后来被沙翁弄成一个戏剧 喜剧悲剧交织 那其实在这个芭蕾舞啊 或者是电影啊 或者是这个说唱艺术啊 很多人都不断的在演这出戏 对继续的去转译它 那我其实还看到一个还蛮特别的 就是说在这个以色列 以色列耶路撒冷跟这个巴基斯坦 巴勒斯坦 对不起 巴勒斯坦 这个长久以来就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地方嘛 可是他就在耶路撒冷 有一次在耶路撒冷就有这个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这个剧作家 他把两边的演员串在一起 就演了这个戏 其实这个戏 好搭哦 对 好搭哦 但很有趣也很勇敢哦 然后就真的就展现了那个整个两个地方的一个紧张的关系 然后你看也有这个 嗯这个这个那个朱丽叶是穆斯林哦 然后罗密欧是基督徒 然后这两个家族就开始在那边丢石头 就是会有这个不管这个时空怎么样的转变 会到不同的地方 然后就会有因为这个不同的不管是族群啊 肤色啊阶级啊国情啊等等 就会转变出当地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哇莎士比亚应该没有想到原来他这一部戏的影响 你可以这么大 可以连国家都把它转移成另外一个不同的形式来表演 那这是1595年的1月30号 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首演 另外在10月30 在1月30号这一天 很多人包括安心我 腾A相信也是 我们从小到大看的漫画 我们叫小叮当啦 但现在小朋友叫多拉A梦 是在今天他们的作者拆伙 什么 我压抑的不是说作者怎么样 而是他们拆伙代表是 多拉A梦的作者是两个人 两个人 不是一个人 不是腾子F不二雄一个 他们是两个人 在这个1988年的1月30号 就是腾子不二雄 他是两个人哦 不是一个人 对是两个作者 对那他们其实是非常好的一对朋友啦 不过就在这一天他们宣布拆伙 但特别要特别讲一下 你如果说去Google啊 其实在台湾的很多资料上 他都会是在这个1987年的12月20 12月23号这一天他们宣布拆伙 可是因为我们做节目要考证的 就是在这个日本的官网 日本的很多的不管是动漫 或者是卡通的网站上都是写1月30号 哦 1988年 其实不且不管是12月30 或者12月23或是1月30号 我觉得这都是对于我们这一代 甚至于下一代 很多喜欢哆啦A梦或小叮当人 很重要的记忆 对 他们两位作者呢 一个名字叫做藤本红 另外一个叫做安孙子素雄 那你看到的藤子F不二雄 是他们拆过之后的名字 就是由安孙子素雄来执笔所画的 在此之前都是叫做藤子不二雄 安孙子素雄他就是藤子不二雄A 哦对对对 藤本红呢他就是这个藤子F 藤子不二雄F 对 一个是A一个是F 那后面后续画的藤子F不二雄就是 藤本红 藤本红继续画下来的 对 其实藤本红啊 他因为他很有趣啊 他其实就是在太平洋战争 在日本其实太平洋战争 对日本来讲是一个很苦难的一个时代 因为日本战败了 那当时的物资啊很贫乏 不只是物资贫乏 其实生活状况都非常的不好 那那时候藤本红他在学校的时候 他其实就过得很不开心 因为他又长得瘦瘦小小的 然后就是大熊啊 然后他就真的是大熊 然后又被被欺负啊 被取笑 所以啊大熊为什么 他就常常在那个时候就幻想说 他的这个口袋里就可以掏出 好有趣的东西啊 比如说今天安心跟我说 我不喜欢腾诶 然后腾诶就觉得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然后就从自己的口袋里 想要掏出一个东西 让安心觉得是喜欢的 他就一直在做这样的梦 然后他就梦到了 就跟他的这个 极限吗 对 极限 他其实后来就这个安孙子树熊 他其实在外地啦 然后后来他就转到了这个 小学同学 对他们就五年级吧 就变成小学同学了 然后彼此其实看对眼 因为彼此都是看起来都瘦瘦弱弱 感觉都很容易 养个大熊 被欺负的样子 然后忽然共同发现说 他们都喜欢画画 就这样一直不断的相濡以沫 然后后来到了这个 这个长成青年了 然后后来他们就到东京 一起去打 重做打拼 对一起去打拼 然后打天下 他们还住在那个 手种制虫的公司 漫画之神 是 然后就跟着一群 这个很喜欢漫画的年轻人 就一起来做讨论 那这两个人就想说 不如我们就把我们 小时候那不愉快 又想要这个跳脱 这个当下的这个经验 想要有这个任意门的这个幻想 我就把它弄成作品吧 我也想要任意门 他的道具我最想要就是任意门 到处都可以走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什么 记忆面包 没有耶 我其实要从小到 你好无所求哦 我这很无聊的人 很多人会说 我想要一个哆啦一梦 直接陪一个 我都回答不出来 不过想跟安心分享 因为这个是 他当时的创作嘛 然后是不是很多的国家 其实日本啦 就把它变成动画 然后在很多的国家都有放映 其实这个动画公司 我也想要分享一下 那时候啊 这个他们的作品 弄成动画之后的 日本动画公司 在电视台啊 那个收视率 奇差无比 然后这个动画公司 就想糟了 没有人看 然后周转不过来 社长还捐管检讨 好惨哦 逃了之后 其实这个公司 动画公司也倒闭了 然后这个Dola Emo 这个动画 这个卡通 当时在日本的那个电视台 就很黯然的 很悄悄的 它就收场了 可是现在 现在只要上映的话 小朋友都是 拖着把父母买一起去看的 到现在还卖得非常的好 是 对啊 这一代的记忆 没错 所以他们是在1988年的1月30号 Dola Emo 小叮当的作者 藤子 不二雄 拆火 不过后续的友谊 还是维持得很好 是 因为在1月30号 如果你是 Pittos的乐迷的话 这场演唱会 你一定是知道的 屋顶演唱会 我们之前曾经分享过 他们阿比肉 有没有 他们四个人 已经吵到一个不可开交了 我跟讲 其实这个 我们还是透露一下秘心 真的很好笑 因为四个人不可开交了嘛 然后就想 我们这个专辑 我们要怎么处理 他们就想说 不然我们就去海上的船 去那边做演唱会好了 或者我们去土尼西亚的沙漠 去开演唱会好了 他们一定不要的 都不合了 还要做这么多 去精神病院 开个演唱 他们搞不好想要 他们什么都讨论了 可是我觉得 这个就是有点话 因为 就是彼此都不爽了 就随便天马行空 不负责任的去抛出说 我们在那里开演唱会 后来没有办法 他就说 他不然就去楼上 是最快的 所以 他们就到楼上 去开了演唱会 然后开了这演唱会 还被这个邻居检举好几次 太吵了 对 然后警察来的时候 他们其实都有 那个录影机 然后听说 这个Lingo 当时我们讲到那个Lingo 他就说 他看到录影机 他就说 我好想被警察抓 好想被警察抬出去 不归是乐团 他就其实就在 他们公司的楼上 然后就唱了 其实就几首歌 最后的一场演唱会 然后 有一首很有名 我很喜欢 叫 Don't let me down Don't let me down 这样子真的荡下来了 因为这也是他们最后一场的公开演出 是在1969年的1月30号 P同寺的屋顶演唱会 那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文化很有事 欢迎回来文化业总会 明人来座台 我们今天请到的座台对象 是一个建筑界 还是文资界的杰尼斯 杰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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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文资工作者 林宗奎 宗奎老师好 老师好 温文如雅的感觉 他非常地温文如雅 其实知道这一集的特别来宾 要面对林宗奎老师的时候 其实主持人的内心 也是有小小的紧张 小路乱跳了一下 对对对对 其实对于宗奎老师 大家来介绍一下他好了 因为我非常地喜欢他的书 他是这个对于我们台湾的文资 应该是说对于我们台湾的建筑物 我们的他的历史脉络 他的背景 其实老师下了非常多的功夫 所以他不管是在做出版 跟在跟大家上课 跟大家分享他的人生经验的时候 在建筑物跟这个 我们的历史的这个区块 是老师很大的一个着力点 跟很重要的工作 对 是 是老师 台湾很重要的文资保存者 文资保存 有啦 他可能很想保存 那应该也很无奈吧 因为保存不是在他 对啊 就是要努力啊 很多事情就是事在人文 对对对对 重点是大家想法 感化业主 你有感化到业主吗 不多 目前我已经 不多 毕竟这有时候是陷入一种 矛盾的情节当中 这很需要 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啊 需要努力的地方 还有未来下一代的期望 下一代 就真的啊 所以你现在都在跟很多的学生 每次听你在跟学生互动的时候 都会置入一下 对于这块土地上很有趣的故事 请要不要来讲讲故事 也介绍你自己 大家好 我叫林总归 不好意思 就是两位主持人 第一次有两位是在旁边 这样子 还有点紧张 包含当门神啦 就直接的 非常漂亮的门神 是 老师投入文字 自己快多久了 我的投入都很表面 就是因为现在有来 网路就是传媒很方便 所以我比较多 因为平常还要工作的关系 所以就是在网路上 跟大家交换讯息 然后当那种键盘保存者 可是很多键盘保存者 他是可能说按参加 但人不会到的 可是老师是 人都会去关心 也还 就是 是我的能力啦 真的 在现场也还有更多 就是那种 就是 无疑不语的 几乎在所有的抗争场合 都还有很多 在第一线的那种充足 这样子 老师你是学美术的 高中是学美术的 高中学美术 那大学呢 是建筑系 为什么想要转建筑系 还是 是你本来就喜欢建筑 还是你喜欢台湾的建筑 在 学美术的过程 我就发现 我是一个 不擅长描绘会 会动的 人物 动态的描绘会 对 那我就 缺乏这方面的才华 那我发现 建筑是不会动的 我可以满满的画 你怎么想要很容易 可是其实我们看你的时候 觉得哇好美哦 那都是有厉害的画家 我后来发现 有更会画的人 就交给他们了 没有我只是在想说 他讲会动的跟不会动的 那那个霍尔的移动城堡 就是 宫崎俊老师 他找到就是适合的地方 他会休息 他会休息 他会停下来 你喜欢建筑吗 是 为什么啊 像我们刚刚谈到故事 对于就是 记忆或者是文化的传承 是很重要的 但是故事要能够被承载的话 场所跟空间是很重要的 有一个地方 让大家走到那边的时候 就知道说 他以前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 比起只是听到 那个故事 或是只是在文字上看到的 那种感觉 会很不一样 就像我们到国外 虽然说可能大家已经很久没出国了 可是就是去旅游的时候 到漂亮的地方 跟到漂亮的地方 去听当地的导游的 那种认识的层次是不一样的 那对于自己生长的环境 当然也是希望能够越认识 这个场所的话 对于未来这个地方的发展 会越有一些构想的基础 老师讲这个好重要 像比如说我们如果去 还能出国的时候 你看西班牙我们就去圣家堂 就去看 高地 对去看这些建筑大师 他们在对于建筑的结构 或者是美术上的一些成就 那我们对台湾来讲 因为其实很多的人会觉得台湾很丑 建筑物也不怎么样 灰灰的 灰灰的 那我们从小就被这一些言论给影响 也就觉得对啊 台湾真的不美 但是事实上 你如果好好的从小的长大的地方 去稍微认识跟了解一下 发现好像不竟然是这么回事 跟大人讲的又不一样 因为主要是这一期最新一期的新活水的主题 叫做色不是空 林宗奎老师在里面有一篇文章 就是来解析说 台湾的公共建筑 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它其实是有色彩之分 那原因又非常的有趣 包括像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阿公阿嬷家都是用什么做 就是红砖嘛 其实红砖在台湾建筑 有一番的故事哦老师 是那我们就开始聊红砖 好啊 我们就是因为有阿公阿嬷家的这种意象 所以大家都觉得红砖是非常古老 然后历史悠久 那跟像我这样的年纪 好像400年前就有这样 对对受到的教育就是悠久的华夏文化 其实也没错 但其实在中国本身就是非常多文化的元素 会去融合到里面 也差不多就是您说的三四百年 那个时候正好是世界的大航海时代 那像是西班牙荷兰这些欧陆的强权 他们会把他们的文化 随着经济还有各种宗教的殖民 带到世界的各个地方 也是在那个时候中国的福建一带 当时因为有非常多跟国外贸易的机会 那也是许多像东印度公司 他们毕竟的航路 当常会有一些技术的交流 人才的交流 所以我们在台湾看到许多红砖的建筑物 其实最早都是从华南一带 以及到了后来 欧洲的人直接在台湾要新建建筑的时候 把他们的制砖技术 就是从欧洲的红砖变成 现在我们会觉得是阿公阿妈的古老的古厕 其实他们是很有世界观的红砖 其实我们这节目的精神一直在常去强调说 台湾其实早就站上了大航海时代 不管是刚刚老师有提到欧陆的强权 或者是中国沿海的移民 他们来到了台湾 他们也到了东南亚 在东南亚有很多汉人的建筑 他们有一些红砖 台湾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大家都有红砖 我们的特别有吗 我们的红砖有非常多不同的运用方式 那比较具有所谓台湾特色的是因为 在后来明代跟清代 流到现在我们还看得到的 大多数是以汉人为主的政权 即便清代是说满荣王朝 但其实就是汉文化已经融入非常深 所以我们像看到 不管是在台南的异歹京城 或者是在 看到吗 高雄的旗后炮台 这些看起来有点像是欧洲城堡 但是又觉得它有一种熟悉的家乡味 它其实就是融合了欧洲对于碉堡的规划概念 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些如意跟吉祥的 比方说喜字 然后比方说一些 它会有那种扁额 上面会刻着一些像是意在精神 那在台湾还有很多的那种扁额上面 都是希望这个城池非常的坚固 这是很汉文化的部分 那如果在欧洲的话 这个部分它就会是一个盾牌 是一个勋章 或是一种 对 或是山墙 或是雕像 那这个算是台湾的红砖建筑 已经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 那我们看到像这几张照片都非常的熟悉的感觉 很像是在台湾对常见的这种燕尾 马背 其实它们都是在中国的泉州或者是厦门 你说这张照片其实是中国那边的建筑 但是真的跟台湾的乡下建筑还蛮像的 没错 因为在 就是闽南文化 对对对 那个 那个 屋檐 屋檐的那个尾部 像这种 现代化制砖技术 它其实是需要砖窑厂 那当时在台湾有能力去运用到这些砖的建材的 其实都还是 就是 就是示范 精进能力还不错 对对对 或是要官方吧 对 对 官方建筑也有 但是因为用量不够多到成立 成这个产业在台湾能够赚钱 所以绝大多数就还是进口的 对 从那个时候的进口 其实就是从中国运来 就从唐山过黑水沟运来这些建材 那这些建材 它们本身其实对于船只航行在黑水沟上面的稳定度也是有帮助 有帮助 对 你要过那个海的风浪很大 那像这些砖啊 石头 它们如果压在舱底 也有一些木材 可以让那个船就是比较稳重的回来 然后再带一些台湾的货 就是台湾的一些经济作物或者是兽皮 然后再到中国去卖 所以物尽其用 而且这很重要 因为我曾经看到那个题外话 我曾经看到美国 因为他们都有过Christmas的习惯 在几百年前 他们捞过了一艘船 把船捞上来啊 船的底部就是一堆木头 然后大家就想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来就在Christmas的时候 因为他们在这个森林砍伐了非常多的 叶旦树 叶旦树 然后因为要载运 结果它那整个大概有好几千只的木头 就这样沉进了海底 对啊 对啊 另外话 那像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得到的 果定古籍淡水的理学堂大书院 它是真理大学里面 一个以前马接在这边授课的建筑物 乍看之下就是汉人的红砖三合院 对啊 这也是当时的长老教会 他们因为在中国有许多的教案 就是一些当地的人民 对于这种西方来的文化 或是宗教还是有反抗 那马接它也是一个 很快就可以融入当地文化的一个 当时的这种传教者都蛮文艺复兴人的 真的 就是各方面会医学会文学 然后会设计建筑 他就找了匠师去做出来这种 看起来也蛮像是这种富豪人家的三合院 但是仔细看上面有尖塔 台风吹坏了 那以前这个塔尖上面还有十字架 它还是有一些教会学校的 它的象征 对融入到这些看起来像是和院建筑的 那这有趣的是配置 虽然这张看不太出来 我们三合院大部分是摸字型 对 或是想说U 就是注音符号的那个U 那前面的那个城的部分 应该是正门的地方 对 但是这个理学长大树院 它是把它的正身反过来 180度的反过来 把它的应该是三合院的背后的地方 当成是正门 为什么 因为西方的空间使用的习惯 他们其实并没有就是进入到一个屋中屋的空间之后才到 就是他们一开始就要有个厅堂 就是有点像是像是饭店的对大厅的那种感觉 那城就变他们的庭院吗 后院对就变成他的后院 只是现在因为真理大学学生社团活动的关系 在那个城的部分加盖了一个水泥房子 那看不太出来格局有点可惜啊 我就有问过校方 国庭古迹有没有可能把它复原 让那个庭院再恢复 他们就说将来少子化 如果学生那样 我不太需要使用的时候 这个回答好有意义 对是蛮愿景的回答 所以目前看起来 这些建筑都是以红砖为主的 这也是台湾 现在已经变成是台湾的传统建筑的特色 对不对 主要讲到红砖 就是想到台湾的传统建筑 那其实在公共建筑上面 除了说红色之外 因为我看到老师在这一期新活水的文章里面 有提到一个蛮有趣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在看到台中的雾峰林家的时候 林家花园很有名嘛 蔡依林安时奈美会 都在里面拍的很好看的MV 对 但是一般我们讲到林家花园 我们印象出它很大一外 也是红砖 可是老师的文章里面有写到说 其实林家花园的特色 它的建筑是青色蓝色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也没有看到有这部分 是 它主要讲的是里面木座的彩绘 我们看到的红砖 还有有些地方会用石头当作 那就是外表 那因为它可以防水 然后相较的保护里面的木结构 但是其实汉文化的建筑 最主要形成那个空间的是木构造 木头的洞架 木头的梁 那木头本身是一个活的材料 所以其实放在那边 它也是会有风化或者是重铸 那就会需要有油漆去保护 那那些涂料呢 我们现在当然就用油漆非常方便 但是以前能够用到青色的是有钱人家 因为青色是来自比较稀少的矿物 做成的颜料 那一般人的家庭比较没有办法去用特殊的管道 那因为林家他们本身从青代一直到日本时代 都是跟政府的关系良好 然后甚至在日本时代还有一些专卖事业 像是张老 那他们就可以去得到一些在贸易管道得到的一些建材 那他们把它称为像是佛头青或者是藏青 听这个名字就很有异国风气 它就不是传统文化的 就是传统在台湾常见的古厕 没不看得到的颜色 那跟林家有殷亲关系的 因为这种上流社会的家庭 他们的就是殷亲血缘一定也都是地方豪族 像是神刚旅家就是山庄 对那或者是跟他们家有一些在官场上面隶属的关系 像坛子的灾心山庄 我们会看到这是一种台中兰 台中兰 对就是这些豪族的大家庭 其实只有在那个区域性 其他地方也有有钱人 但是跟他们关系没这么近 就不会在 这个蓝就不会出现在他们那个地方 对像新竹啊或是台南 就比较没有这么群聚性的表现 我们台中的听众其实也不少 所以说如果台中听众你是住在那一带的话 你也可以到家庭山庄 或者是乌丰林家去看一看 你可能外表看起来都是红专 但是你要走到里面去看一下它那个蓝 那个蓝你要知道 林老师告诉我们 那个蓝是当年的有钱人才用得起的蓝 我们今天迷人座台单元 邀请到的是文字保存者林宗奎 休息一下带我回来 现在要来点明明座台 所以今天是晚上来座台 欢迎来文化业总会 迷人来座台 我们这一次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文字工作者 林宗奎林老师 老师好 老师好 老师在上一个阶段 其实帮我们分享了很多 在台湾我们早期看到觉得很熟悉的老厕 我们的这个古厂古厂都是红色的 为什么是红色的老师做了一番的这个解释 但是我们在这次新活学 我们其实提到了色彩 那我们也讲到了就是说色彩治理这件事情 色彩治理其实会延伸到就是说这个治理的流变 因为如果要像这个我们在看那个研究这个石头的时候 它会有很多不同的结理 那台湾的建筑好像也就是台湾历史的结理 是 老师因为太也太有 对因为你太有研究了 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木造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砖啦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 因为不管是从清代 从日本时代 接下来国民政府时代 到现在我们又是更加的 我觉得是一个台湾的时代 我们在开始去拥抱我们过去所有的文化 是 正在启蒙 对那这个建筑的结理上 对啊老师要不要再说明一下 因为刚好精彩 我们好想赶快听下去 我们经历过了红砖 再来就是有一部分是木造的 对不对 我们到了日本时代 开始有非常多木造的宿舍的需求 那也是到了最近二三十年 像以前这种房子还非常多的时候 不会有人觉得它有什么非要保存的价值 但是因为越差越少 剩下的越来越少 那也是到了上个世纪末期 把他意识到说 是不是也要视为文化只想保存 所以历经了很多的抗争保存的运动 那帮台湾文学馆打一个小小的广告 对台湾文学馆 在台北的齐东街 原本的齐东施舍呢 变成有点像是台南台湾文学馆 在北部的一个基地 就叫台湾文学基地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前几年就已经修复 然后开始使用的齐东施舍 这全部都是木造吗 对对对 那像这种木造的建筑 我们对它的印象被修成古迹 就是完好的呈现出来 应该是木头的颜色 对 我们会很习惯说它是觉得应该是咖啡色 深棕色 然后于是呢 在这样的观念之下 前几年有一个新闻蛮好玩的 Purple House 对2013年的时候 由台电作为产权管理者的金瓜石的太子宾馆 他们去从修 修完之后被民众说变成真的太紫的宾馆了 太紫色 Purple 对就是很紫的那个宾馆 然后就在报纸上媒体上面就有一些讨论 那大部分都觉得看得很不习惯 它本来是什么颜色 那台电就说它本来就是紫色 台电说老员工的访谈 说以前真的是紫色 但是因为日渐风化 然后慢慢的那些漆都掉落了 但是台电说的纸到底是多纸呢 因为以前都是黑白照片都看不出来 那这边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这种日本时代引入的这种 一片一片木板盯起来的 我们叫雨林板构造的建筑构造 就是下雨的雨 然后三点水的那个林 其实它本来在 倒过来 这个又是一张比较好看一点的 它后来有调整过颜色 这也是日本时期的建筑 它就是太子宾馆的后面 就是让它没有这么的鲜艳 是 但其实我们看一下日本的雨林板建筑 这个是哪里的 这个在三行县 是一个医院叫做寄生馆 这个有点和风洋风中国风 对但我们先看它也是雨林板 雨林板 它也是很多条木条盯起来 雨林板这个建材很有趣 在建筑史家的研究 它其实绕着地球转了大半圈 最早它其实出现在北欧 作为就是古康 对像是 比较有斜的吗 对对对 它很好排水跟排雪 像是荷兰的风车 然后北欧会把它拿来做农舍 去募用的 那也会有一些住宅 他们是随着五月花号 就是到了新大陆 因为清教徒他们要快速的 在东岸生产出建筑物 这种把木头切成片状的组装方式 是到哪里 只要有森林的地方就可以做 所以后来 美国人也把这样的建筑技术 就是在开拓大西部的时候 非常广泛的运用 我们看到很多那种西部片牛仔的酒吧 然后 土里也是斜的雨滴滴答答这样子 对 然后它的墙壁就是这样一片一片的木头 定起来 那在日本的名字为新 因为新得到了北海道 这个以前不是日本的领土 那他们也有一个新领地 要快速的开发的时候 他们找来的建筑顾问是美国人 就是说你们就把木头切成一片一片 所以像我们觉得很像是日本传统建筑的这种日式宿舍 这对日本来说是很洋风的东西 这并不是 我觉得很日式 他们觉得很洋气 对对对 这并不是在江湖时代以前就有的东西 平平老师像这种木头制的建筑啊 因为像台湾真的是多余的气候 会不会非常难保存 所以他们有一些特殊的保存方法 是就像我们刚刚讲说 雾峰林家的室内都还要上漆 那室外更要 所以不管是在这个寄生馆 或者是我们看这是北海道很有名的风平馆 其实它本来真的应该是有涂颜色的 下面白色 它一方面 它这个就是涂层白色 它是木材嘛 那涂层更有颜色 它一方面保护那个木头 让它比较能够防虫防水 另外一方面 它可以去模仿西洋建筑 因为它跟西洋建筑的那些石头和砖 在日本是没有这种建材 但它想涂什么颜色就涂什么颜色 所以搞不好太子宾馆真的是紫色的 没可能耶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台中的点狱长官色 绿色的 点狱长官色 它这个绿色不晓得是什么时候上去的 但是也应该涂了蛮久一段时间的 所以我们看它的风化还有蛮有斑驳的质感 但是因为在近年对于修复日宿舍 就是要让它出现着木色 这也是修好的样子 所以其实也很难判断说 究竟日本人在用的时候到底是绿成那样子 因为当时的照片都是黑白色 所以看不出来 但是应该是有涂个什么 不知道 没有任何的文献记录说 它是应该漆上什么颜色 每一动都不一样 这其实就是随着屋主喜欢涂什么颜色就涂什么颜色 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看吉普利的动画 像是像红花板啊 或者是龙猫 他们这种明治年间的 画到这种明治年间的阳风建筑 雨林板都是有上色的 但是因为在台湾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使用它们的方式 都是觉得将就使用 也没有去考究它原本的颜色 就让它外表的漆慢慢的剥落 等到要修的时候 就觉得说把它修成木头的颜色 会是比较古朴 符合人们的日式宿舍的想象 他们自己想的那种感觉 对 那其实台湾也还有一些 并没有被完全去漆的 雨林板建筑像是在三线的神行者 它是有点米黄色的 这是原本的颜色 但是也不晓得原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那种木造建筑的有趣就是 它这个油漆就有点像是一层一层堆叠上去 下面有很多的故事都要去解体或者是去漆的时候才看得出来 老师讲了非常多 就是说在台湾这块历史上 我们在日本时代的时候有很多的木造建筑 但是因为它们违心了 听说其实它们也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开始尝试 在日本 因为日本就是这个方方格格格格方方很多 然后他们在台湾反而做了很多在日本不会做的建筑尝试 那总督府好像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现在的总统府 对现在的总统府 然后老师要不要聊一下总统府 因为其实大家都没有去过总统府 但其实总统府是可以参观的 然后每次进入总统府我就会觉得他们很厉害 因为那时候还有这个制政 就是在它的那个八角就是在这个每一个角落 然后他们做这个塔楼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那个塔楼很厉害 它还有电动 现在当然是停用了 可是当时就有那个电动的可以上去 然后真的是全台湾第一高 有电梯吗 电梯 类似电梯 对啊 老师要不要聊一聊总统府 总统府的故事 对 我们刚刚讲到的木造建筑 在日本人来到台湾约末十年之内 就发现台湾的白蚁太厉害了 就是日本也有木造建筑 但即便一直上漆 但是有很多台湾的白蚁 建筑法规叫木造废纸论 废纸 就是 宿舍还是用木造 因为最好取得需要大量的建筑 但是这种官方的工部门的听色 需要开始用砖造 那砖造 其实我们看到总统府的红砖的表情 并不是它最初的净土方案 因为它是一个笔图 就是全日本第一次有经过 国际净土 日本国内自己的净土 但是说国际也没错 因为在美国开业的日本建筑师 也可以来投标 但是后来选出来的方案 其实并没有这么红 这个建筑师是长野语品质 但是它的图面呢 就是被评为最高分之后 并没有给它第一名 而是第二名 最高分还不是第一名 怎么回事 其实这净土有点黑箱的 背景就是评审自己 也很有想要发挥的一些表现 所以最后我们现在熟悉的 这个红砖的颜色 是在它的这个平面 还有里面内部空间的基础之上 在外观贴的非常商业化 我们讲说这种红砖 其实并不太常运用在官方 彰显官方位移的 因为红砖就是 像我们说的 TOKATSU啊 那个阿公阿嬷的家的那一种 所以用在官方上 在那个时候是真的很少见 对那日本他们 不用红砖来做住宅 但是他们的红砖 也都是会用在市场 银行医院这种跟一般的民众 生活很密切接触的 即便是代表西洋的那种 文明开化的表情 但他们地方的各地的 听色大部分都是灰色 或是仿石灶石头 那全世界的 帝国主义时期的总督府 不管是英国在印度的 还是法国在现在越南的 大部分也都是石头的表情 像是日本的朝鲜总督府 在现在的首尔 那已经拆掉了 但是它是一个 石头是象征永恒的铜子 但是 红砖在西洋的脉络 到了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 是非常商业的 是因为红砖可以快速生产 可以很快的盖出一整排商品 所以拿来盖总督府 这个是全世界非常少见的案例 但是很意外的也很符合 台湾已经运用了上百年的 红砖的文化 台湾人看到这个 大概也不会觉得太突兀 觉得有亲切感 对它是当时有非常多的 建筑方案其中一个 又被改成更 让台湾人熟悉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红砖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砖 哦 我是真正的砖 那它到底是什么 面砖 对面砖就是 就是石砖 一文的泰鲁 它其实是一个 贴在外面的 有点像是 粉底那种 粉底 那这个不就是 当那个年代 贴最多泰鲁的 大量都是在这个地方 全部供应到总督府了 我们来看这张是 东京火车站的解剖图说 哇老师好用心哦 这个解剖图 那看得清楚吗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文化医总会的YouTube上面 都有照片啊 其实它 楼板 还有它的基装 都已经在使用 钢骨钢筋混凝土 这种现代化的材料 它才能够做这么大洞 历经空袭 到现在还可以用 但是它的外观呢 因为人对于建筑象征的习惯 并不是改朝换代马上就可以切换 他们还是认为这种 红砖构成的历史主义样式 非常亲切 或者是 亲切的可能是日本人 对台湾人来说是 这个是日本人展现 河阳路 重庆南路 你看就看出来了 那像现在都还在使用的 台大医院 西门红楼 一张看起来真的都跟那个 总统府的建筑结构 感觉外貌是有一些相似的 非常像 它上面都会有一条一条 白色的纹路 对 这个是 砖卖局 砖卖局 现在在南昌路 对 这是文总的邻居 这些也都是贴瓷砖上去的吗 有些是 清水砖 但里面还是用钢筋混凝土豆板 有一些是外面贴了薄薄的一层 化妆练瓦 就是让它很像还是 砖叠起起来的 但其实都是各种刁砖的角度 是 比方说您刚刚讲说 置镇的那个里面的内角塔 它就会有130度的墙面 它就把砖烧成那个角度贴上去 它在砖角上就不会需要 就是感觉技术好高 对 这样子避免在砖角渗水进去 那我们就看了非常多 是以贴瓷砖啊 或是一些比较贵气红砖的方式 就是盖的一些官方的一些建筑结构 另外其实大家也会很好奇 除了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公共建设 除了有木造的灰 还有专造的红之外 还有一部分是白色的 包括说像台中的国家格局院 还有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中正经验堂这边 台湾这个气候 老师文章当中其实也有讲 其实多云然后又有灰尘 其实白色其实非常不适合台湾的建筑 对不对 可是还是有这么多的公共建筑 是以白色为基底 我们在建筑系的发展历程 其实白色是一种现代主义的象征 它是一个要去从历史主义的砖石木材 各种五颜六色的解放出来 因为对于20世纪的建筑家来说 有了钢筋固定土这个方便的材料 什么空间都可以做出来的话 那其实让建筑的亮体是白色的话 是最能够去空间本身 而不是外面的这些凋梁画洞 去呈现出来的表皮 所以在以空间构成为主的 现代建筑的发展史 白色有一点神圣的意味 神圣的意味 所以这个馆前路我们台湾的博物馆 你看它就很气派 你到馆前路看到那一栋 根本就是一个西方的建筑 它应该也是那个时候日本在做 是不是史证开博博览会的时候盖的 博览会它是场馆之一 那它落成的1915年 他们主要是纪念第四任的儿育 太郎长度跟厚藤新平的长官 那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地国主义的象征 就是要用新古典主义的希腊神殿 来象征就是文明的理性 当时很有名的大英博物馆也是那种希腊神殿 那是2000多年前的风格 但我们看到战后的这种白色 这是台北 我们现在看台北其实没这么白的 对都是灰的 对这条是敦华南路 这条是安和路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房间都还在 但我们都好像不太认识它了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后来发生什么事 这条是忠孝东路 台北的忠孝东路 对国布纪念馆 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到 这是松烟 旁边的台北机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建筑师 他们非常崇尚用白色来打造的这些外墙 就碰到了台湾的气候 是 怎么办 又是一个战后汽车文化 就是大量的公路带来的汽车的废弃 他们开始很脏了以后就开始拉皮 所以在台湾的大楼拉皮也非常的新鲜 就不用白色的了 因为觉得白色一开始在设计的时候很漂亮 但其实需要高成本的维护 对 如果不维护的话 这样子都是刚开好的龙门大厦 香槟大厦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公共建筑 如果它白色可以维护得非常好 代表它很认真在锡啊 很贵 一直在锡啊 清洁公司的采购 都很努力 像这个就是一直都维持的很白的 外交户的大楼 但是这算是少数的幸运 维持的原貌 我以为它是这样看来像明灰色 觉得它是白色 它是背光面 背光面 天气好的时候非常的白 它是很小口的马太克 所以其实以台湾的建筑来讲 它的颜色也代表着台湾历史的演变 包括它的背景故事来看 其实它就是有一种各种不同的文化 就是融合在这个颜色里面 可是可能都被我们一般经过 我们都不知道有这样的故事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最新一期的新活水主题 可以叫做色不是空 林宗葵老师呢 他有在里面有解构了一些 台湾建筑的颜色 什么颜色 在哪个时代代表着什么意义 以及它又要怎么样保存 你会发现你走在路上的时候 看到这一栋建筑 感觉就会不一样 你可以跟你朋友说 这个颜色代表着什么 林老师告诉你的 今天我很感谢邀请到的是 文字保存者 林宗葵林老师 老师谢谢 谢谢老师 时间好短哦 老师都在讲建筑 我们都还没聊到老师本人 没问题 建筑比较重要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